花莲中区只有一台防疫计程车 让偏远的封冰箱有民众快筛阳性 却没有交通车可以来接驳 相公所特别和花莲医院来合作设置了防疫专车 接送快筛阳性的民众到医院来做PCR 降低其他的染疫风险 奔洒酒精确认消毒过后 确诊者搭上防疫专车返回住家 这台特殊的车辆是封冰箱公所 与花莲原住民分院共同合作设置的防疫专车 曾经因为碰上快筛阳性的民众 苦等不到防疫计程车的秋姓民众 当时自够奋勇在送民众返家 不料自己后来也确诊 对于偏乡地区防疫交通量能的缺乏 有切身之痛感 那我是看在眼里 现在已经公所也透过他们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经费 能够去用租车的方式来去做一些防疫的一个交通来服务 我想这个就是一个非常贴心 又是一个可以让民众可以得到切实落实的一个照顾 相公所有感于民众的切身之痛 因此特别与花衣原住民分院合作设置这一部防疫专车 接送快筛阳性的民众到院PCR裁剪 降低其他人染疫的风险 我就跟秘书讲说 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温馨防疫车 就是来针对没有办法就是有可以送到家里的 我们可以来协助他们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也可以不要让他们远在台北的家人担心 还有一部分我真的要谢谢我们的同仁 因为我们都不是护理专业 可是如果他们要再送的过程中 不信染疫怎么办 所以我就告诉他们 一定要打满三技的才可以来当这个司机 我也很谢谢我的同仁 他们都有这种牺牲奉献的精神 相公所表示 花莲中区只有一台防疫计程车 以及封兵分队两辆救护车可调度 防疫救护量能明显缺乏 也造成确诊者五车可用的窘境 因此将公所与花医原民分院设置防疫专车 接送确诊患者 有打满三技人员担任司机 民众拨打电话之后即可排车 记者是玉兰风彬采访报道 记者是玉兰风彬采访 并没有人给出力的 能量的忍上